这汁浇在上面 很浓测的这个汁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打算做一个 酱鸭来吃 这是一只鸭子 四级多 要给它杀好了 这是活对鸭杀的 不是那种逼动的 逼动的不好吃 然后我现在要把那个 给洗一下 洗一下之后再给它酱起来 这个要把这些毛毛弄干净一点 不然到时候吃的买水的毛 有时候说鸡毛吃不得一根 鸭毛吃得一斤 意思就是鸭毛能吃 其实也是为自己找一种借口 因为鸭毛不好拔 鸡毛好拔 其实最好都不要吃毛 现在先把这个洗一下 洗干净一点 然后一会再 再卤 再酱 洗这个 里面的肺 还有内脏 全都套出来了 我把这洗得白白了 白白嫩嫩的 锅里加水 我们开始给那个鸭腿腿 一只白花花的皮肤 好皮肤的鸭下去去 酱 料酒 我发现一个问题 这鸭子的腿太长了 给它走一下 好像用刀才洗的 这手脚长了 就是爱手爱脚的 所以要搞短一点 给它走一下 好 再来沸一下水 完这个了 沸水 看沸好了没 好 我们给它捞出来 我们第一步 锅里加菜籽油 来加冰糖 加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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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熬一下 熬一下 熬一下颜色会好快一点 好 再下入这个 葱姜 蒜 葱姜 来炒一下 水 倒酒 还有这个是奶乳汁 一勺 一点的叉烧酱 还有蚝油 生抽 生抽 再来一点点的老抽 好 咱们就是这样 咱们先把汁烧开 烧开之后 再下入一个 鸭肉 这个已经煮滚了 再加一点的冰糖 把那个盐进去 有冰糖才有才有铁味 因为糖是熬了之后 它是没有铁味的 然后再把这个美丽可爱的 母鸭下去 这是一只母鸭 盖起来 给它炖 兑上一个小时 中间我们可以翻一下面 好 咱们已经煮了二十多个钟了 要给它翻个身 拿用筷子来 一只手搞不定 咱们就双手 一起 哎呀呀呀呀呀呀 你这不提化 到锅里你就提化一点 反正都是这样 把这个一点的汁 倒到它肚子里面去 我们继续熬 我们现在是大火车汁了 这个快好了 再给它浇上去 给这一汁浇上 动动它不让它摘过 这浓稠的很 这个 这就是酱鸭 这只鸭很烧的 好 咱们这样就可以了 给它弄出来 给它弄出来 夹 一擦它的翅膀 这只浇在上面 很浓稠的这个汁 就是骗这些 来 我看你记头上全是那个了 来个翅膀 来个翅膀 吃的这个是手撕酱鸭 好吃 好 这个皮鸭 特别的香 这做的时候很花时间 来个翅膀 来个腿 你看 你看 我帮你撕一个小周 给你撕开 才好吃不然不好吃 你看这个里面的汁 先给你 好 好 咱把肉撕出来 你看这个 刚才朋友们肯定看我吃一手吃 对吧 我是洗了舍得的 放心 怕 说是不是我撕了之后 没洗手 小周都不吃了 其实不是的 这个撕出来 撕出来它才好吃 这一片片的放 放到那个牌子里 然后剩下骨头 我就直接可以了 最好吃了 朋友们 这个秃骨了 咱们全部弄好了 把我的鸡腿 食之后再说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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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洗了一次手 然后用筷子夹去吃 来这个 嗯 皮好好吃 嗯 对了 我直接来卡这个得了 这还有很多热的 别开这个 直接抓着卡得了 我感觉到吃了一点疏远夕像的霉了 这个简直是饿能吞死了 我把筷子夹去吃 好 好 很确定 好 我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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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快没了 这个我啃完了 然后也不是特别干净 因为小孩可以吃 然后屁股的话 我就不吃了 因为朋友们说这个毒素很多 是的都掉下来了 该把手洗一下 我们的饭还没吃 我去炒个空去看 然后一会儿吃个饭 然后小猪说他想喝点酒 我搞得洗钱 洗一下 不然这个洗不掉油的 这边有油 这边上有油洗不掉 别人都用洗面奶 洗一下油就洗掉 我这个洗劫机洗 才能去油 太油了 这个油腻 好了去炒下去了